明星大臉 各位同心 這一節課由我們黃秀華講師大臉演講 請各位掌聲歡迎 我們今天初級班的同心 大家早上 大家好 好 真的很不簡單耶 今天我們都沒有請到這個什麼 叫洪台哥什麼名字 叫做 不叫蘇敵樂打敗 我們今天比他更強 他是目前今年度 地表上說最強的方向 不過我們比他更強 我們戰勝他 我們今天都 我們憑到我們一分的理想 來到這裡 為台灣的戰鬥來打拗 所以我們今天比蘇敵樂的颱風還要更強對不對 來我們為了自己今天這樣的勇氣 我們自己掌聲鼓勵一下自己 謝謝 來 我想先了解 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黃秀華 那麼很感謝呢 台灣民政府呢 我們的這些長官 還有很多同心 給我這樣的機會 來到初級班跟大家來分享 那麼我想先了解一下 目前這個班上的一個人員的一個狀況 大概 有了有去實施一下嗎 還有沒有 沒有機會讓自己實施一下 來我先了解一下 因為呢 我們的我們的民政府現在我們的進度都很快 所以呢 現在我們上課 上星期 都有開四合一的班級 我先了解一下 今天你現在這個班級 你是來報初級班 已經來上過 吉他四堂課 四合一的課程 請舉手 好 OK 謝謝 你們也是喔 OK 太好了 好來 各位同心 你看看一下 今天現場這個班上有沒有 就是 年輕人跟我們中年 年輕人跟我們中年 年輕人跟上去那邊 差不多一半一半 好 跟各位報告 這種的狀況 在過年我過月來的時候不是這樣 過年我過月來的時候 我坐在後面 後面那個燈光會比較亮 了解嗎 好就是 稍微年紀大一點點的這個同心比較多 但是因為今年開始都不一樣了 為什麼 什麼 這座的同心了解說 這條路不是靠自己走路可以 要怎樣 要我們年輕人家 把年輕人的心血輪進來 所以你看現場真的很多 尤其女性很多年輕人 都陸陸續續進來 我看到這樣的狀況 我跟各位報告 民政府 執政之後的未來就靠這些年輕人 真的 所以我很歡迎你們 你們也是秘書長一直所期待的 年輕的心血輪 不過呢 你們要感謝我們這些前輩啊 這些 已經四千多名 甚至已經超過了啦 已經超過這麼多的這些 比較年長的前輩 奠定了這麼好的一個基礎 我們今天才有這個機會 我也是受惠者之一啊 那麼我相信其實 呃從 呃 了解一下 早晚有參加到秘書長開訓的給他手 昨天參加過秘書長開訓的 哎呦謝謝你們幾乎都是昨天就來了是嗎 這樣就好想活過對不對 啊 好聰明哦 你知道太有智慧了 不過呢 今天我知道我10點10分 會哭對不對 我英國我10點10分在哭呢 我是幾點出門 我坐3點的車剛好而已 來到這裡差不多 呃9點 我今天不敢這樣呢 我會高雄起來 您知道我幾點坐車 我12點出門搭一點搭到1點半的車 開到南侃 7點半 我們的家人會說 你瘋了嗎 有誰去上課 我跟你說 保證有人上課 不可能說我講員有那個聽講的人員到 我講是沒有到 這是我的責任 所以呢今天我還是 雖然這家人風雨知道 我如期 我有什麼 我要跟大家報告 這就是我的誓言啊 我自己對自己發下在民政府的這個誓言 看那邊念給你聽 因為我知道啊 我們這個課有沒有 一定有人會來 同時呢 我也要跟我這禮拜 把我這樣的課程 要跟大家來這次做分享 既然我們今天這項有沒有 有很多人都已經上過 所謂的之前的課程 今天是來補訊 不過要跟大家報告 今天還今天第一次來到民政府的 我了解一下 好不好 剛剛還是 你看還是有幾位 謝謝 為什麼我要這樣了解呢 因為我要必須知道說 我們這個班級 我們這個班的組織是怎麼樣 更抱歉啦 你們即便說是上個禮拜上過四合一好了啦 可是說實在的 以我以前過來人的經驗 上過法律有沒有 你不再一次再一次去跟他复習有沒有 也會忘記的 所以呢今天 有一些很 就我們現在來開始說 就你們來看 很簡單耶 方講師你還在說 不過呢 我跟你們說有什麼要跟你們分享 你怎麼知道 因為齁 這些問題有沒有 當我五官過完 我去跟我的朋友做分享的時候 我也是 嘴開開 不好說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腦袋沒有接受這些法理啊 法理它沒有那麼根深蒂固 我們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所以我怕你所說的東西 就是要 讓大家出去的時候 可以跟我們的自己親朋 好友 要跟他們做分享的時候 你能夠很明白 確實跟他們講 因為以前的歷史課本有沒有 他講的東西 跟我們現在的這些法理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說今天的這些資料裡面 我要送各位報告 我們來到民進府 我們的朋友跟我們講 你去民進府上課 都是怎樣 都是他拿給你的樣板資料嘛 所以呢 今天我提供給大家的 很多網路上可以找到的資料 但是因為以前啊 我們呢 不曾去留意過這些個問題 所以我們不會去 特別為台灣的這一塊土地上 我們的權益去找這些問題出來對不對 不會去找這種問題 今天 我們既然就走在法理這條路上了 所以呢 我們要找更多佐證的資料 不要讓人說 你們民進府都已經說你們對 你要跟他說 不是我們說 不是我們說我們對 是我們這條路有沒有 英國的歷史 所謂的 網路所謂的 外國人所謂的 這次我們把網路蓋起來 我們不知道而已 好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些資料 中心精力出來 讓大家來做檢討 讓大家來了解 而且我這堂課叫做什麼 美麗新世界 有什麼要怎麼跟大家分享呢 因為 來到大陸民進府 我心裡收記台 就是可以去 嚇到 民進府這件 了 我們的美麗新世界 有很多 規定 你們都沒有了解 來 我現在 大家又了解 我只要請大家舉手 你們可以稍微 看一下 目前這個班級的狀況 這個班級 目前 在你們這次來上課之前 今年的五月以前 都聽過民政府的 請舉手 五月份以前都聽過的 也有幾位啦 那其他都是蠻最近才聽到的囉 對不對 來 各位 你的狀況是怎樣 五月份以前 甚至去 在今年2015年之前 你們就聽過台灣民政府 可是為什麼到現在才來上課 有幾個重要的點 叫做那 已經通過我們的 觀察期 來 我觀察台灣民政府 多少年 你們知道嗎 三年到四年 三四年前 我的父親告訴我 來 女兒 我們手牌手來做歌 我說爸爸你發生嘛 哪有可能做歌手牌手呢 現在 我更了解說 原來啊 這是一個你老理想 萬一來發生 願意把自己重新放在一個學習的位置上去認識法理啊 我們有這個機會 所以有些秘書長說 先行者比較有福利 福利比較好 為什麼 我們願意相信 而且我們願意學習 甚至這一班更不簡單 套到紅台後來告家 這是抱著一個理想 所以真的在這邊呢 還是跟各位這個 今天這場這個班級的學員 感恩真的請請請一舉功 真的是讓我非常感佩 我們一起加油 好來 現在我們講的這些問題 我們共同去參與 共同來再一次去理解 來 曾經是亞洲四小龍 為什麼台灣不能參加聯合國 好來 亞洲四小龍 是我們台灣 在國際社會上 哪一個方面的優良表現 優秀表現 經濟 加入聯合國這碼子是 那是一個資格嗎 這兩碼子是 可以混在一起嗎 你知道我的朋友都告訴我 很奇怪 這個問題是很多人問過我 我去跟他混用 人家問過 我現在才會給他嚇出來 你們出去跟人家講的時候 可能會碰到這個問題 奇怪我們台灣不知道是對他出什麼問題 什麼先天不良 為什麼我們 國際地位總是這樣 混淆不清 來 你們都清楚了 亞洲四小龍在經濟上的表現 加入聯合國 必須具備一個叫做 主權國家的資格 台灣具備這個資格嗎 沒有 所以呢 現在這個問題 這樣有理解嗎 我們可以 就 清澈講說 因為我們 目前不是主權國家 我們目前的地位是怎麼樣 被 佔領中 被誰佔領中 對 誰代管 對 哇 你們這一班 果然上過四合一 所以說第一次來上課的同心 您抱歉 很多的學長 因為已經上過四合一啊 我們目前是被 美軍佔領中 那麼呢 各位 第一次來的這個同心 您看到旁邊這邊有沒有 我們目前台灣的地位叫做是 日暑美戰 這兩張圖 這兩張照片 好就很明顯 這是日本的工錢橋 這是目前 美國的總統 及夫人 抗力 日暑美戰 那麼 之前來上課的時候 聽了這個我們的初級班 高級班 每次這個三天兩夜的課上完 你說我出去記得多少法理 我跟你講 記不太住 禮拜二大概忘了百分之八十了 但是 我很清楚告訴自己 我能不能夠接受 我們目前的狀況叫做日暑美戰 我跟您報告喔 我剛來的時候 我在後面想要走出 說怎麼可能啊 我做大人做這麼久 你現在說我日暑美戰 我反而更混淆了 可是 各位我必須跟你報告 這是什麼 我們喔 身為人啊 不能夠去接受事實這種 劣根性 我也是這樣來的 我去跟我的朋友說 我們現在 這個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他說 哪有可能 我說我們的歷史課程都上過啊 日本 這個清朝已經把這塊土地 割讓給日本 我們應該更明確怎麼講 割讓給誰 是屬於誰的 日本天皇的 而不是說就是給日本 喔 這樣子他們比較能夠理解 所以其實外面很多人 他們沒有辦法進來理解法理 是在這一塊 說 你做日本人 不是這麼說 我們一樣是住在台灣 這塊土地上的住民 不過呢 就歷史的角度 今天早上秘書長講得非常清楚了 像日本他們稱之為什麼 日本的國民嘛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成名啊 甚至說皇民都對啊 你能夠理解可以這麼想嗎 很抱歉喔 各位同心 如果連我們進來到 台灣民政府的中央 這邊啊 我們都不能夠接受這一點的話 你說個其他話 你才聽下去 聽不下去了 我們要先認清楚 我們的資格是這樣 把以前六十幾年 將近七十年 所接收的訊息呢 必須把他先綻放在一邊 重新認識我們的歷史地位 重新去釐清我們的資格 所以這個部分 比較嚴重 不過呢 這是很要緊耶 所以好 我們這邊已經很清楚了 我們不是個國家 所以我們不能參加聯合國 來各位 今天這個班級 很多人的狀況 快已經跟下一場出級班 那個狀況已經早快進行啊 需要再說一下 現在這個班級裡面 已經辦過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的請舉手 我了解一下好嗎 大部分 真的大部分 來 各位 跟你們報告 辦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我只能跟你報告 至少證明 你是居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台灣人 那還有很多 目前因為官司 以後衍生的 可能的人權的賠償的部分 只有 我們能夠證明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才有這個機會拿得到 各位我經常 我來到民政府 我一直很感謝 我們的歷史地位 我們的國際地位 偏然就是這樣子 一個混沌不明的狀態 但是啊 我們現在有秘書長 跟以前這些個前輩們 帶我們走這一條法理之路之外 更重要的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會哭的孩子 有糖吃 今天啊 我們的歷史地位是這樣 我們的國際地位是這樣 可是 如果我們沒有去告 不要去把我們 要純粹給他 控制的人去控制 沒有人會插人 就把你擺在邊邊了 所以各位你們知道嗎 現在台灣民政府 我們的秘書長 帶領我們台灣民政府 所有的人控告 美國控告幾次 兩次了 控告兩次 這樣的事情 雖然我們很清楚明白我們的法理 可是如果我們不去控告美國 他們會理我們嗎 一樣再擺個六七十年 還是可以不管你 所以 不是只有了解法理而已 我們對我們的 目前整個台灣民政府 去控告 美國跟控告 中華民國 流氧政府 目前這樣一個狀態 我們要很清楚 我們才知道說 到底我們走的這條法理之路 是在走什麼意思的 是走怎麼樣的一個 他的這個 他的整個的進度在哪裡 你才會有那個 才會有這樣的整個的脈絡 你比較不會 人家跟你說什麼你就跑了 那思緒才不會被外界跟你講東講西 你就整個跑掉 所以這個部分 除了法理之外 也要請各位 務必能夠去關心 台灣民政府 在控告案的這件事情上的 所有進度 好那剛剛我們看到說呢 這個很多人 這邊的班級 已經很多人去 申請過我們的這個 這個台灣民政府的這個身份證了 那麼去申請之前 你們是不是已經很明確的去看到 我們的這個戶籍 戶籍本 戶口名簿 或者說戶籍藤本上的這個資料 對不對 那麼如果說能夠申請到日治時代 日治時代的戶籍藤本的時候 是不是就可以在你的身份證上可以註記 TW 那是一個身份註記 TW代表你是台灣 居住在台灣上的這個居住的住民 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戶籍藤本 的這個資料 有自己 就是委託人要去辦 或者自己辦 我想這個部分 就是如果 去申請日治時代的話 要去申請到 就是用毛筆字寫的 毛筆字寫的 那麼我們在共同釐清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釐清一件 一個觀念就是 台灣這塊土地是屬於日本天皇的 那麼呢 我們曾經 日本統治時代 所以我們要叫做什麼 叫做日治時代 以往的這些 國小或國中課本都寫什麼 寫日劇 但是呢 現在他們已經不敢這樣子寫了 已經 我自己去看過這些 國小跟國中課本 現在已經釐清為日治時代 所以這個部分呢 歷史是會還原真相的 未來我們如果 聽到講 日本佔領啊 日本佔劇啊 這都不對的 我們要把話說清楚 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們如果講對岸啊 我們要講什麼 是講大陸還講中國 中國齁 我們在民政府這邊 我們希望呢 能夠把我們的一些語會啊 很精準的表達出來 大陸很多地方是大陸啊 美洲是大陸 非洲是大陸 澳洲更是大陸 我們泛指的大陸 不會是只有他 所以以後我們再講是中國 而且跟我們 目前跟我們的這個 所有的國家 還是這個 從屬關係 有任何關係嗎 沒有 為什麼現在被他 堪成這樣這樣 那不是跟他很麻 那是為了什麼 經濟利益的關係 經濟利益的關係 但是 在法理這條路上 在國家 在我們台灣這塊土地的主權上 我們必須很清楚 認清楚 我們跟他是沒有關係的 OK 來 那麼呢 這個在 我剛剛有講到 資料上 看到這些個資料 都是民政府 在就法理 就歷史的事實 去整理出來的資料 但是 你們有在網路上 看過 跟台灣相關的這些資料嗎 我這個資料呢 就是從網路上抓下來的 如果你們有意願 你們一樣 可以從網路上 看到這些資訊 去佐證 民政府 給你們的這些個資料 好 那麼所以 不然你們拿這個東西出去 人家就說 都拿給你去用洗腦去 不是這樣 我們一定要講出道理 而且拿出證據 來佐證 好來 他這邊有寫到 在這個資料上寫說 台灣的這個 整個歷史裡面 好 日本推行所謂的 黃民化運動 讓台灣這塊 住民上的 我們的住民呢 改姓日本姓 好 那麼他的這個 所謂的黃民化 參戰權 參戰權 代表什麼意義 代表把我們 台灣這塊土地的住民 當作是他們的 剛剛講的已經有知道了 就是他的成名 還是他的黃民 就是這樣子 他是很認真的在經營台灣這塊土地 來 昨天呢 昨天的這個 我們的開訓的時候 秘書長有沒有給你們看過 這個 清朝歌讓給日本時代的 我們的 這個 地圖啊 是怎麼樣地圖有看到過嗎 數只有一半 那後來為什麼變成現在 這麼快這麼漂亮一塊 寒極 怎麼來的 是因為日本統治時代很辛苦的 齁去把它這樣子打下來的 整治出來的 不是當初就這樣子 原原本本這樣整塊土地 就是給 目前現在的原狀 不是這樣的 但是呢 在所有的 整整頓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發生一些殺戮 一定會發生一些整治的過程 這當中就有很多的這個聲音跑出來啦 對不對 我們那個電影都拍的很 拍那個電影說 會說的污名化或者 但是我們到現在會很清楚 如果沒有經過這些過程 台灣的土地目前不會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呢 公 公過 褒貶都有 但是呢 經過這樣的過程 經過日本 我相信其實蠻多 像我們的阿公輩有沒有 對於日本統治時代的這個 治安的管理 對於他們對鐵路的 鐵路的這個設備 這個下水道這個設備的 這個整個的建設有沒有 是非常的崇敬 也是非常懷念的 中華賓國瀏洋政府 有帶給我們那樣的一個 讓我們可以覺得說去去 歌頌他 這樣的一些政績嗎 有時候我回來想一想 自己想 自己想不 而且來到這邊 聽完所有的法理之後 才覺得說 真的我們一直都被愚弄 一直都被愚弄 所以這部分其實 還是再次感謝 還是再次感謝 我們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來到這邊了解法理 好 所以這樣的一個資料 網路上看得到 來 這個資料為什麼 一次一再跟大家來釐清 來澄清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的朋友都告訴我說 哎呀 黃小花 你頭下壞去嗎 這個日本 這個清朝已經在 這個 把這個土地 就是已經割讓給日本了 還是說這個日本 他已經都投降了 離開台灣這塊土地了 你怎麼 還說我們這塊土地是日暑呢 屬於日本 我剛說不日本 是日本天皇 他說好 這數日本天皇好了 明明戰敗了 你怎麼還 還怎麼這腦袋不清楚呢 你們的朋友很多會這樣子想 但是 我們現在是不是很清楚了這一點 當初的光復節 是所謂的光復節嗎 不是 是什麼 是當初所謂的 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戰區 在台灣的 一個舉行的什麼典禮 壽祥典禮 壽祥典禮代表什麼 軍事占領的開始 所以各位你們知道嗎 我們目前還是在被軍事占領中 我們不能理解 所謂的民主化社會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過了這麼祥和 過了這麼一世代都說 我們在台灣多好都多好 我們現在 在軍事占領時期 還在被占領中 這是很多台灣這塊土地的住民 所不能夠理解的 這些小姐你們知道嗎 來這邊上課你們知道 還沒來這邊上課你們知道 我們的台灣目前還是軍事 被軍事占領中嗎 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連我來上課前都不知道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 這還是一齣戲 這也是劇本 用所謂的壽祥典禮 包裝成光復節 包裝成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似乎是以正當手法來取得台灣這塊土地的一個假象 而這塊土地上的人被他騙的 騙的迷迷糊糊的 所以呢今天早上我們一再提到說 被佔領地的這個 這個人啊 需要幫這個佔領國去當兵嗎 去幫他去幫他從軍嗎 不需要 很多很多 這個戰爭法裡面 賦予被佔領地 這塊土地上著名的這些個權益 我們都沒有被告知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更不可能告訴我們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來了解法理 意義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很清楚了 沒有所謂的光復節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目前是帶美軍的軍政府來代為管理這塊土地 來到台灣民政府 我最喜歡那個秘書長有幾個比喻 很有趣 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很簡單對不對 可是如果放在 放大起來到我們台灣 這個所謂的這樣子更大的一個 位置來看的時候 我們就混淆了 他常常講什麼 講說 國賓飯店 國賓飯店是 這段很久很久的人 那件飯店就是他的嗎 有這麼招惹的事情嗎 現在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不就是這樣做嗎 在台灣這塊土地 冰冰 翻來覆去 當作是他的一樣 而我們這些人民 就隨著他 由得他 甚至因為經濟利益關係 這些既得利益者還支持他 所以啊 為什麼要正義啊 那如果沒有理解的話 你根本不能夠理解我們的權益 也不能去伸張正義 所以這個部分 還是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這幾段的很重要的關鍵點 我們才能夠跟我們的周遭的朋友 跟他們很清楚的說明白 這都是很簡單的 但是沒有辦法釐清的話 我們就沒辦法跟他們說 那麼我們很清楚 我們再次來釐清台灣 什麼時候各讓給日本的 那是在馬關條約的時候 就已經記載的 它記載哪裡呢 各讓台灣全島及其附屬島嶼 他所講的全島 不過也就是他的一半 對嗎 那他找這個位子 都已經寫得非常 他把那經維圖 定得非常清楚了 那麼他的第五條這些文字 他就講到說 這樣的這一個 你看看 派遣 各派遣 一名以上的委員 到台灣省實施 這個該省的讓渡事務 在這個批准完之後 兩個月內 完成上述的讓渡 那麼呢 所以這個時候呢 台灣進入了日本統治時期 史稱台灣割讓或以未割讓 這個在歷史課本裡面 都寫得非常清楚 但是呢很多人會把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這個 所謂的土地的這個割讓的一個狀況 會就把他給誤會了 誤會 那麼呢你看喔 當初呢清朝啊 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時候呢 說了什麼 說以鳥不語花不香 男無情女無意來說明了 割讓台灣這樣的一個土地 實在是並不可惜的 那我們台灣人要稱之為寶島啊 但是呢因為戰敗親情 必須把台灣割讓出去 用這麼樣不堪的言語來形容這塊土地 那既然這樣子我們跟中國那塊土地 還有任何的牽扯嗎 還需要任何的情感嗎 沒有喔 我們再一次釐清 歷史是會還原真相的 歷史會還原真相的 人家說喔 阿倫也有香了 只包不住火 歷史他始終就是會 連線到了他就會把這樣的這一個 他的一些文件會做解密的動作 我們來一起看一下喔 一起來解讀啊 來到台灣民政府 來擔任講師之後 我才慢慢發現喔 其實文字是很有趣的 也才知道說原來文字要好好看 好好去解構 如同秘書長他在研究 這個戰爭法一樣的道理 您看喔 美國國務院跟周恩來的這個 蜜月的解密 這文件已經解密了 這個文字他怎麼寫呢 一起看一下 中國總理周恩來他聲稱怎麼樣 要求這個 美國總統承諾 承諾什麼 結束佔領台灣島石 不會允許日本 光復失地 來 這每一個每一段文字喔 都常有蹊蹺喔 周恩來希望美國總統去承諾 如果結束佔領台灣島石 代表什麼 目擊是怎麼樣 佔領的時期 所以之後如果結束佔領的話 希望怎麼樣 不會允許日本光復失地 所以現在狀況是 這一塊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理解嗎 你要用另外一個方式解讀他 那麼不允許台灣獨立運動 我們也不會 不要去訴求這個 總統台獨都不是我們所訴求 也不需要去訴求這個 那麼呢 周恩來希望美國阻止 台灣日本共榮邦聯的產生 金潘心 如果我們能夠成立台灣日本共同邦聯 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發展 是好還是不好 好啊 因為他的經濟利益 所以他不希望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可見他的這個 心胸之狹窄 他的這個統戰的這個手段 而且希望怎麼樣 不再公開台灣地位未定 不再公開 代表什麼 台灣地位未定 現在是被他隱藏住的 他不希望被公開 所以這些解密文件 一個字一個字 在在都已經隱含 後露出台灣這塊土地 我們的國際地位的狀況了 有嗎 解密之後原來狀況是這樣 我們是被佔領的這塊土地 是日本天皇的 而且台灣的地位是未定的 很清楚了 來接下來 這些個資料網路上都有 但是你沒去歐沒去併 找不到 到原來 您看喔 聯合國安理會 在第534的會議當中 表決怎麼樣 美軍合法佔領台灣 台灣不屬於中國 其實台灣不屬於中國 還需要聯合國安理會 他去決議嗎 這個是歷史的真相 不用他講 但是他還是再一次的跟他釐清 而且在我們的這個 10月25號的那一天的 壽祥典禮的時候 就美軍的這個軍事佔領 就已經開始了 但是因為這個世人啊 這個被 被這個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被整個局勢啊 他不得不一定還在這邊 再一次的在會議紀錄當中 把他寫得非常清楚 各位 聯合國安理會的這個 他的紀錄 什麼時候寫得非常清楚 這個資料 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所以這個部分 已經非常清楚了 那麼我們的 這樣的日暑美戰 我們在日本統治 屬於日本天皇的成名這件事情 我們也要能夠有所接受 改變我們的想法 我們才能夠去走下去 我們這條法理之路 那麼 常看到說啦 沒有親眼看過的事情 你不代表沒有發生 但是呢 即便是已經知道法理這件事情 還是有人不願意接受 為什麼 因為啊 台灣這塊土地的人大概 被人家嚇怕了 被人家用這種武力的 這種統治手段嚇怕了 所以很害怕改變 但是呢 這塊土地上還有更多的既得利益者 他不願意看到這塊土地有所改變 去影響到他們的經濟利益 但是各位 台灣這塊土地的住民真的 痛苦指數 高不高啊 痛苦指數很高耶 身為一個女性 身為一個家庭裡面的媳婦 媽媽 為什麼要站在這邊 因為我很擔心 我的兒子啊 在不久的將來 可能必須去菲律賓 可能不去馬來西亞去越南 去當台勞 我不要笑我怎麼說 現在對印尼來的 對那個菲律賓來的 比較客氣的 人家他們的小孩不一定是我們小孩 會雇主就對了 會老闆就對了 聽這種戲虐的話 聽得很痛苦 但是有可能會這樣嗎 台灣再繼續這樣下去 有一天就可能會變成這樣 我擔任企業裡面的這個同仁啊 去到越南 一去七八年 沒辦法回來了 為什麼 那邊啊 從台灣派到越南去上班的人有沒有 除了基本一個月的薪水之外 還有外派的家籍嘛 一個月在那邊那邊那邊的錢 差不多是在台灣的兩杯 兩杯我 這樣想你他要回到台灣 但是他要在越南娶老婆嗎 他也不要 我們的人才 就這麼樣的 因為 其他國家其他地區的薪水比這邊好 我們人才都流失 其實這樣的狀況真的 不是我們台灣這塊土地 的一個發展狀況 應該有的一個狀態喔 但是 我的孩子也告訴我 媽媽以後我要做什麼 我說實在的 現場這邊的爸爸媽媽 你們不會為孩子擔心嗎 所以啊 現在趕快把孩子 邀請進來理解法理 為台灣真正能夠來發揮來做事情 這是很重要的 我也打算邀請我的兒子進來 唯有 讓我們的孩子啊 從現在開始 馬上去理解我們的法理 一起來奮鬥 這才是台灣的長遠之路 所以真的 這些個年輕的夥伴 年輕同心 共同在邀請你們的朋友 一起來理解法理 好 我常跟我的朋友說 我跟他們分享法理的時候 跟他們分享台灣這塊土地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我常跟他說 你不要覺得這是不可能的 有一天啊 台湾民政府一系執政的時候啊 你不要嚇一跳 你不要亂探跟黃秀華 你要拍戲不要把我打 為什麼 我要跟大家報告 還是很多人不曉得 台湾民政府的法理這條路在走什麼的 所以等一下跟各位分享什麼 分享很多 台湾民政府目前在做的很多 推動法理的這些行動 為什麼要跟他們講你們知道嗎 要降低他們到時候的衝擊啊 很多人喔既得利益者或者不願意改變的人 如果 台灣民政府 一系執政的時候 他們會慌張 會害怕 不知道這個政府即將做什麼事情 而且他們不知道 我們的這個執政權是從哪裡去 去接過來的 你們知道我們從哪裡接政權嗎 從美國軍政府接政權 我們不是跟中華民國流行政府接政權 就好像說國賓本店換總經理 是當初學換的 還是總經理自己交出來 當初學去任命嘛對不對 去任命新的一個管理者 所以呢我們是跟我們的管理當局 就是我們的 美國軍事政府 去這邊接接這個樣的政權過來 而不是跟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但是他們不知道 因為這塊土地被他們管太久了 很多人被他們管得很習慣了 然後一旦被他們管會怕 覺得說這個地方會有大的變化 但是呢 這個我們的秘書長講哪八個字 有印象嗎 和平穩定 無縫接軌 所以目前呢 我們就是朝將的目標在走 無縫接軌 而且我們在訴說法理的時候 這是一條法理革命之路 不用這樣請拼 用法理這樣講就好啊 用嘴巴講就好了 法理拿給他看就可以了 完全不需要跟他有任何的爭執跟爭議 因為呢 時間到了 他們自然就要知道了 如同在辦身份證一樣 現在沒有要辦 執政了 要辦也是要辦 然後 那麼因為很多人的習慣 不想改變 以為現況就是對的 那我們都很清楚在這邊 到底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什麼是我們可以再做更多的 我們一起來努力 那麼這塊 這個資料上 我們要再次確認 在這堂課之前的講師 有沒有放過這個片子 就是我們的台灣 這個美國CIA解密檔案 很多時候都被解密出來 跟剛剛那個解密文件一樣 台灣真相一到五級 這個部分 那麼它重點還是在 一開始還是在釐清 到底台灣這塊土地是屬於誰的 這塊土地屬於日本天皇的 到底是一個中國兩個中國 一個中國 那就是對面那個中國 跟咱們中國不中國 跟咱們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這個資料呢全長大概四十幾分鐘 有醫院的童心 歡迎你們回去看 把台灣的真相 能夠自己一次釐清 一次釐清 那這邊在那邊 不往下播放了 還有很多資料跟大家來分享的 那麼呢 各位這邊 國防部下令 圖掉戰機上的 那個徽章 那個叫做國徽嗎 不是來這位大哥 那個叫做什麼 你知道那個徽章叫做什麼 蛤 那個啊 他是個海 就是所謂 這個中華民國人工政府 他所建制的這個海軍的一個 一個徽章 但是呢 一直在跟我們的小孩告用嘛 告過就是我們的國會 我們的精神象徵了 對啊 那你看喔 把這個所謂的這個徽章 一塗掉的時候 引發怎麼樣 引發基層的反彈 國軍為誰而戰 這很可悲 引發基層反彈 我們現在的小孩 我們現在的女兒 我們家是從軍的人 讓他們騙到姓姓姓 賣賣賣賣 他們說的那種 全盤都接收 哇那個會上不見了 居然會反彈耶 他如果知道說 台灣這塊土地 根本不用建置所謂的 所謂的軍隊的時候 他們會嚇一跳 需要為誰而戰嗎 不需要咧 但是這些東西 這些個資料 在目前所謂的國防的體制上 不被告知 只是一再的愚弄我們 要我們的男性 為他們從軍 製造一個所謂的 國家和平的一個假象 所以啊 我們台灣這塊土地的住民喔 我們真的承受了 非常非常多的人權的 這樣的一個壓迫 一個侵權啊 有沒有資格跟 中華民國流氧政府 討回公道 有啊 一定要跟他討回公道啊 不用為他幫他 不用幫他當兵 那麼 多少的這個男性呢 在軍中 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甚至因此而死亡的 好這個部分 我們真的非常的感傷 但是 台灣民政府一定要為 這樣的狀況 討回一個公道 大家一起來 好那麼接下來呢 有一些資料跟大家來分享 讓大家知道 台灣民政府 到底在做些什麼 走這條法理之路 只有 把法理 這樣子跟大家講就可以嗎 如果不向外來宣達 沒有把我們的精神拿出來 誰理你啊 對不對 所以呢 跟各位報告來 好一起來看一下 一些個大型的活動 我們從去年呢 2014年的 在去年9月的時候呢 在台北跟高雄 都舉辦 一個所謂的說明 一個演講的音樂會 那音樂會呢 他在這個 這個音樂會上呢 他有做 我們這個台灣民政府 在控告美國 這邊的一些個說明 把我們的主張跟立場 跟大家做報告 那麼在台北那一場呢 聲勢非常浩大 我們的每一位參與的 這一個同心呢 都是穿著我們的制服 穿著我們的制服 去參與的 那麼軍榮非常浩大 那麼在高雄這一場呢 也是非常的多人去 我們一起看一下 這一些穿黑色 都是我們的這個同心 那麼你看這邊 幾乎都是我們同心 那這一邊呢 就是當天邀請去的 這些個來賓 滿滿的人 這樣的一個音樂會的活動 是我第一次參與到 我又去年9月進來的 到11月份才有安程五關喔 所以各位 你們有的人 都坐特快车 都坐那个直升机 很快就到达五关了 我跑了两个月 那么 第一次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会吓一跳 为什么要把这样资料 跟大家报告 你们知道吗 因为你们才会晓得说 我们不是傻瓜 有这么多的人 在走这条路 你们才会有意愿 来理解说 为什么这么多的 有事之事 来理解台名政府的法理 来参与这个组织 来参与这个团体 不然你家里的人 跟你说一下你就倒了 这些人都不是傻瓜 为什么在这里 我们值得好好来理解一下 来 现场有参加过 今年2015年 1月1号元旦的请举手 现场没有 来 今年的这样的元旦呢 它富有很大的一个意义 就在我们隔壁的这个广场上 那天的人 挤得满满的 来自全台湾 所有的 已经领有 过五官领有植物背带的人 当天全部 假急动员 一律出席 因为那天要做件什么事 那天要宣示 等一下把事实给你们报告 那一天 以一个圆游会的方式 我也很期待 2016年的 1月1号 的元旦 希望在那一天 已经是不一样的 朝代了 已经 一直不断地有这样的感觉 一直出来了 我不晓得你们没有感受到 所以呢 要邀请我们目前初级班的同心 甚至即将过五官的同心 你们一定要紧跟着台湾民政府的官网 上面的公告 去看官网 你们才会知道说台湾民政府是一天一天 很多的这些消息很多资讯都藏在里面 你们要自己去看 才会知道说 这个平民政府这个组织 不是玩假的 是拼真的 是拼真的 不是生假 这么多的人 那一天呢 有一个新年的一个文告 这份文告上呢 在官网上也有 或者等一下你要 像我们的同心呢 这份PPT里面 他就2015年 再次重申 台湾民政府 成立的宗旨跟目标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进度 在这边有做了一个文告上的报告 中英文都有 这个资料 是让大家知道说 有这样的资料 也欢迎你们能够去网路上看 然后把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这个法理 这条路为什么这么走 多久了 让大家有个量了解 这份誓词 如果在今年1月1号 以后进来的同心 目前应该是没有写到 但是在那之前 1月1号当天 我们都写下这份誓词 各位 誓词到欧白发誓不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美国总统 就职的时候 他要不要发誓 他不要宣誓誓词 那个誓词是怎么样 他就是要 一手 这个握着 一手按着圣经 然后一手呢 手朝上 手朝天 他这份誓词是对谁 对谁发的誓 对他的信仰 所以他的上帝 也对天 也要对自己 做这样的一个誓词 这样的誓词 不是随随便便的 我也是依据这个誓词 不断地来执行 我在台湾民政府的 我的职责 我们的誓词是 我的名字是 黄秀华 是台湾民政府 高雄州的学员 被分派职务为 中央内阁 厚生劳动省 于事已制成 各尊 台湾民政府法令 以清廉 公正 忠诚 及行政中立 支持 关怀大众 勇于认识 充实专业知识 及技能 维新改革 新力除弊 为百姓设想 效忠台湾 提升台湾民政府 执政效能 为台湾谋求最大福祉 警示 历史人黄秀华 西元2015年1月1号 在台湾民政府 目前 我们每一位 都是志工 都是无几职 你们这边 所看到的每一位 厨房都是志工 每一位都是志工 在郡守 我们的知识 这些通通都是志工 都是无几职的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走的这条路 是对的 我们愿意 付出我们的精神 在没有执政之前 把这条路给铺设起来 如果没有我们这批人 没有我们这些 就是大家在执政前的 这一些个先行者的话 我们能够达成 美国要求的四千人 要完成一个组织 何其困难 刚跟各位报告 台湾民政府控告美国 今年是第二次了 2006年控告第一次 一路走到现在 这条路很辛苦 被外面谩骂成我们是 什么 诈骗集团 但是 我始终认为 所有你要去评论的事情 一定要自己亲身来了解过 如果你对一个团体 对任何的人 对任何事物有意见的话 请要去深入理解 再来做评断 而不是在外面 叫嚣 不是在外面谩骂 所以呢 今天 有缘能够来到台湾民政府 来理解 法理 愿意坐在这边的人 就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因为你们愿意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愿意为自己的理想 去厘清 我们的目标 这是非常重要的精神 所以未来呢 我们如果再邀请我们的朋友 来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我们也同样的一个心情 来跟他们做这样的报告 跟做这样的分享 好 那么 这块片子各位有看吗 有哈 这块影片 台湾民政府的行动 不是只有在台湾 一定要向国际发声 所以不断不断的 从三月 我们的夫人 率领 我们的童心团队 到美国的 记者 记者俱乐部 去做这样的一个演讲 说明 到目前已经多少人次点阅 你们知道吗 一亿人次以上的点阅 那很多人知道 台湾的总控 我们生活在政治炼狱 我们的人群受到这样的迫害 台湾还有多少人不知道呢 真的很可惜 所以这部影片 我还是推荐大家 能够邀请我们的朋友 能够上网络去搜寻去看 那么呢 5月17号呢 我们在这个日本东京 美国呢 他帮我们在网络上 做了这样的一个广告 日常饭店 这样的一个说明的酒会 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不是台湾民政府 自己做的 是美国政府帮我们做的 结果呢 台湾 这个叫做什么 台湾基金会啊 也去搏了这个版面 我只觉得可笑 我们在做的什么事情 在台湾 为台湾这块土地 要把我们的国际地位正常化 做这样这些说明 做这些努力 而他只是 又是用这个钱啊 用基金会 说大家我生不可以 行亲吉 如果钱 就能够压倒一切 就能够把 把所有的真理给收买的话 那这个社会 是没有正义的 所以 还是再一次确认 台湾民政府在做的是什么事情 那么刚刚跟各位报告 我们2月28号再一次来控告 而且这次控告谁 控告美国跟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是同时控告这两个对象 那么在网络上呢 你们可以看到 我们第二次的这控告 我们的这个暗号这边都有 我们从2月28号开始 一直 一直攻防啊 这个文件的这个往返 这边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 一直到 已经推动到 我们的进度已经到昨天有一份 就是今天是8月8号嘛 昨天8月7号 美国跟中华民国呢 他们 我们控告他们两方嘛 他们两方呢 都提出个申请 希望回复 我们台湾民政府在那个公文 他们延后两周 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 他们要再怎么拖延战术 始终还是要面对 这样的一个司法 这样的一个人权法案的 这个审判 始终要把正义 跟这样的一个公理 一定要讨回来 所以呢 跟各位报告 我们这样的历程 请各位务必密切关心 才会知道台湾民政府 我们这条法理之路 何时会开花结果 好 来 那么 从今年呢 从3月份呢 这个我们夫人带队到 美国去做这样的说明之后 台湾这边的媒体 一直紧追着 台湾民政府 所以您 进来的时候会看到 我们这外面有个 那个所谓的新闻发言室 有没有 那个是比照 这个正规的 美国那边正规的 这个新闻发言的 新闻室好的一个设备 那么这个记者 所写的这样的一篇报导 它是非常用心的 这篇报导写得非常清楚了 我们呢 是平民政府 而且把我们台湾 民政府所走的法理 我们的主张 写得非常清楚 那么这个资料呢 在我们的这一个 进来的 有一个公布栏那边 也看得到 官网上也有 所以其实我们官网 藏了非常多的宝贝啊 欢迎各位能够上去看 那么 来到台湾民政府 看到这种报导 有没有 因为我的LINE啊 七八百个人 我是用我的这个 用我的这个 就是制服的这个头像 有没有 放在我LINE上面 所以我里面 七八百个朋友都知道说 黄秀华在台湾民政府 当这个报纸有没有 一出来的时候啊 你知道那天 点净了一百多通 黄秀华你改黑了你 你看你民政府 你的黑了 你看你报纸撒到这样 我就很紧张 当下我就很紧张 我就哦 跟我们的中央的 这些内阁在讨论说 怎么办呢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报导 当个月回来到 中央专讯的时候啊 我们哦 被这个秘书长敲头 秘书长敲头 连报纸就没要看 你报纸如果没有这样报 谁要看 他如果没有报 聪动一点啊 谁要看啊 我说哦对哦 那么多人跟你关心 说你完蛋了 其实是完蛋吗 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关注到 台湾民政府的新闻 哦 对对对 所以呢 这份报纸 这份媒体 对台湾民政府 有没有很大的帮助 秘书长说 给娥乐 给感谢 你们知道吗 我们一起来学习 怎么看这份报纸 好不好 他这份报纸 用这样写虎 然后他把我们的福利 写得非常清楚 但他一看这样的资料 就很清楚嘛 说哦 这么好啊 这讲什么东西啊 哎 来了解一下哦 我们把它分作三段 这样子来 你看我们的圆桌会议 来 他边写说 上课要价六千元 以为能够谋职 各位 我们再一次厘清哦 这边讲的是非常严格 也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 如果各位同心 你们认为说 来到台湾民政府 过了五关 来上了 来上这些课 使数费缴了 然后就能够 在这边某一官半职吗 跟各位报告 如果 我们的专讯里不跟进 我们的法理推动的行动 我们没有参与的话 很可能 会邀请你 当同心就好了 不一定要在台湾民政府 有个一官半职 我们不希望把一开始 在推动台湾民政府的 那一些比较 比较就是说 荒腔走板那种说法 再一次来套在各位身上 那是不真实的 我们欢迎 每一位 有心来探讨法理的人 进来这边上课 来理解 但是 你们可以选择 你们要不要成为 台湾民政府 未来的官员 如果 觉得我没有那么多的心力 投入的话 非常谢谢各位 来到这边来理解 来认清 台湾民政府 是不是外面所讲的 诈骗集团 你们会发现 事实上是这样吗 自有公平 但是 如果觉得说 哇 这是一个机会 那么我跟各位报告 五官过完了 我们有专训 在各州各郡 有我们的法理推动 如果你们不愿意 去参与的话 那么很抱歉 你怎么敢自认为 说你是台湾民政府的一员 怎么敢自称为 自己是 法理革命的一员呢 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 每一个团体里面 都希望是 真实去投入的人 一起为这个团体 去奋斗的人 为这个理想奋斗的人 如果不是的话 很谢谢各位 一起来参与 来理解 可以了解吗 不是这个样子的 很明白跟各位解说 说明 我们事实上是这样子 这边来上课 是来培育什么 来培育未来的执政人员 执政的人选 执政的官员 我们不是来培育一些 什么事都不做 等着天 等着 从天上掉下来 免费无餐的人 不可能的事情 台湾这岁土地 如果没人用胯去拼 用我们的天来去走 不可能有我们的未来 所以这些 都是外面乱讲的 我们要很认清这一点 来到民政府 一定要把事实告诉你们 我们很希望 一起来成为官员 一起来奋斗 但是你们还有别的选择 来 那么这边呢 有很多呢 这个 人红了 有没有 组织大了 开始就被起底了 有没有 但是呢 跟各位报告 秘书长啊 的过往 绝对值得公平 因为一路看下来 我去跟他追踪过 他的历史 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这句话 用在任何政治人物上 我不敢搞同 但是 放在秘书长身上 我看到了 他的法力 就是这样研究出来的 代理派民政府的童心 一步一脚印 踏踏实实的 告诉我们 和平稳定 无缝接轨 还有很多童心 有没有 比秘书长 还比较激动 说这些不跟 演的倒 怎么可以 秘书长跟他讲怎么样 我们不用跟他演 要用法力跟他讲 拼的过 不用跟他冲撞 所以很多秘书长 对我们的一些 建议 一些指令 等一下跟各位一起分享 一起来看 这篇报导 教我们怎么一起看 来 这篇报导呢 就是 台湾民政府的 这个晶片身份证 已经有四万人申请了 这么多人申请 就会引起一个好奇 我跟各位报告 当这个报导一出现 那一周的这个 初级班 我们的班级 做的大概下来两倍多 满到后面去了 很多都是看到报纸 看到网络自己跑来的 想要来了解看看 办身份证有什么好处 来 就跟他们讲得非常清楚 他们可以有什么权益 为什么要办身份证 该有的权益 但是该有的责任 我们要讲清楚 用骗 是骗不长久的 对吗 大家可以认同这件事情吗 如果跟你讲的 再多再好 可能都是跟你骗 跟你骗进去 你出现网络又要大声 何必做这种事情呢 故事真实最重要 台湾民政府 我们出入的管制很严格 那么 所以说 各位同心来到我们 台湾民政府这边 我们的为安 因为有必要 我们不知道 我们身边有潜藏的 哪一些 有可能 临时做出一些 什么样的 不恰当的动作的人 所以我们的为安 一定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们的组织 我们有几个州 六个州 您知道吗 有几个郡 五十个郡 所以刚刚我们的同心 已经跟各位 发下了这一张 请各位 从中央离开之后 过完五关 甚至还没有过完五关之前 都欢迎你们 可以到各州 参加每周的参会 也欢迎你们就近到郡 去接近你们郡 参与他们的法理宣传活动 跟参加他们的参会 来到台湾民政府 中央这边 你所看到的 一定是非常标准的 唯有 各位同心 你们很真实的去走进 离你们最近的州或者郡 你们才会看到最基础的 是不是照着台湾民政府 我们的法理在走 这是很重要的 不是只有来这边看 那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能够去亲身 去来到郡或者去州 去参加他们 你才会说这些人真的是 真的是很怕拼 真的很拼 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真的很感动 来台湾民政府 我们执政后的福利 免学费配房屋 这两件 是目前我们这些 刚出社会年轻人 最伤脑筋的 还没出社会 背了一肩膀的这个学带 我哥哥 东吴大学法律序毕业 背了三十几万的学带在身上 赶快找工作 不敢想要搭帮 不敢想要找朋友 先贪钱 快把学带给他 行账了 行账还没大金 说要搭帮 没家 搭帮 搭到现在还不搭 就钱不存在 没要买家 搭帮 没有一个稳定啊 但是我们有多少的空污啊 这些都是有 有带政令 有带一个法令 能够去执行 可以实现到住者有其污的 但是 看是谁执政 能够去执行这样的一个 一个福利 那么我们的有六周 目前六周的知识 都很年轻化了 那么我们不是只有个中央机构 辖下已经都完备了 而且我们 账务 是非常的稳健的 大家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 就跟军事有作效的呢 不是没作效的呢 我们的收根支都非常的清楚 不是只有组织完备 连账务都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用众人之事 用众人来管理众人的事情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政治啊 这叫做政治 已经走到这条路上了 那么呢 告诉我们这些 来到台明政府受薪的大 来上课的这些童薪呢 不是只要抱着来 找一份工作的心态 这是以国际法理训练什么 培养执政人选的地方 任何人都可以来 只要你有心有意愿 刚刚还跟各位报告了 一定要跟着做 跟着走 跟着进度走 这个非常重要 拜托大家 那么呢 介绍了我们的秘书长 给大家认识 那么也召告了 我们全台湾这边 我们台湾目前的这个真相 他在那个报纸上 写得非常清楚 他讲什么呢 跟大家报告说 美国目前仍在 美国的军事占领中 那么目前我们这块土地 是属于 美方的 美方军事政府的占领中 那这块土地 属于日本天皇的 那么目前在台湾 这块土地上的 这个执政 是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它是一个 代管的一个 军事政权 很多人这个是不知道的 但是在报纸上 跟大家写得非常清楚 但是光是看有没有用 看不啊 真的看不懂 不懂在写什么东西 台湾政府在写什么东西啊 所以很好奇 会进来理解一下 会进来了解 那么呢 接下来 在这个重申我们台湾政府 我们希望就是要 将这个中央民国流亡政府呢 让他离开 他说赶走 其实不需要赶走 做不好 这样就要换掉 这样就要换掉 不用我们去赶 但是呢 台湾政府呢 我们非武力 不用暴力 不合作 不配合 在去年 他们在红红年 这边办选举的时候 照当天 我们这边的 这个专讯课程 多少人在这边吗 那天 大概将近800多人 把整个中央塞爆了 这边也都满 前面教室 通通都满 因为我们知道什么 选举到我们一点都没关系 就对了 来拼我们家 在这边开始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是不是合法的 如果我们不合法 全台湾六周五十个郡 包括中央这个地方 早不把我们抄倒了 但是没有啊 他们知道 他们不能够乱动我们 不能够来随便 煽动我们台湾民政府 这个平民政府的组织 那么我们 在报纸上也很清楚 写了这样一个据点 所以那阵子有没有 外面 很多人来来走 不像走光光景点 那么呢 这一篇报导 就很多人开始揣测了 他讲什么呢 如果是美方受益的 美方指使说 这边抱着 你去把它刊登出来 是怎么样呢 要协助 让台湾民政府 就是让更多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居住人 去知道更多 我们的一个现况 负面报导 是在考验 台湾民政府会不会出错 所以呢 秘书长一再告诉我们 现在这个时局啊 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时刻 绝对不容许我们出错 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跟他冲撞 如果我们有申请 我们的 台湾民政府的车牌 我们的车牌什么颜色 红色 红牌有没有 红牌啊 要跟白牌要不要怎么样 要一起挂 有的同心有没有 就是 就是很调皮啦 想要自己拨 看看 我就是给它挂黄牌而已 看你要怎么样 事实上秘书长不希望这样子 秘书长会怎么样 说如果你真的被警察拦下来 有没有 那个叫警察给你多开一辈 为什么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明白了 我们可以伸张我们的权利 但是因为目前在 流用政府的这个管理之下 这个白牌 它是有一个所谓的 这一个保险的嘛 它在这个发生任何事故的时候 它可以有个保障嘛 可以做后续处理 你挂红牌 当然被人家争议嘛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已经违反了我们非暴力不合作啊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做 跟人家这样 让人家起冲突那种感觉呢 这不是台湾民政府要的 所以一直 秘书长都是用这样的态度 来带领台湾民政府 所以有些外面的同心 那个行为都是属于个人行为 然后在这边跟各位来做个报告 好啊 如果说这个报纸是美国收益的话 它是在考验 我们会不会出错 或者 第二个考量点 如果说是 中华民国流行政府指使的 他或许想怎么样呢 想说借由负面报道 阻止民众来接触台湾民政府 结果呢 反而 引起更大的好奇 更多人来了解 那么希望台湾民政府呢 因为设不了负面的报道 自乱分寸 所以 一切的这种想法 所有的报道 其实在于一念之间 那么 秘书长呢 把我们代理得非常好 告诉我们把这样的一篇报道 要把它正面化 因为要感谢他 把台湾民政府的所有的状况 很清楚的报告出来 虽然用的是一些 比较负面的言语 但是呢 他也成功的吸引了 非常多的关注 跟阅览率 好 那么 这个记者呢 有去问这个AIT 这个警卫的这样的一个 说 这个AIT 官方 对台湾这块土地 对这些报道的这些看法 那事实上呢 觉得说 秘书长说 这真的 问到人就对了 你去问经约 经约是 是台湾民国 中华民国流行政府 这边的人 他聘请的是这边的人 而且他们根本没有学过法理 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呢 所以 问错人了 所以 这样的一个报道 他这样的一些 所谓的这个 就是说 比较 保留或者说是 不予回应 甚至是错误的反应 我们还是要去理解 他到底问对人 还问错人 所以 各位 如果 有人拿这份报道 说 阿朗 给你舍甘 你又去 你会跟他们讲了吗 你们会看了吗 看懂了吗 好 那么 这边啊 记者问AIT官员 没有回应才是重点 因为啊 很多的事情 我们像很多的官员 回应话 都是这样 还没有一个到达 还没有到一个 时机点的时候 他都是no common 他就是说 我不予回应 我没有说对 也没有说错 留个空间在 这是一个政治的一个 一个一个 所谓的留有空间的 一个操作的状况 我们必须去理解他 好 所以呢 这样那份报道 我们能够再次去善用他 透过那份报道 确实把台湾民政府很多的状况 跟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那么呢 我们的这个身份证呢 是唯一由这个美国军政府授权 台湾民政府 我们的这个身份证 是送到美国去做的 那我们的都是这个晶片卡 晶片卡 那么我们 为什么能够办这样的身份证呢 我们依据的这个法理是 旧必须和平条约 下的这样的一个规范 好 那么这边呢 台湾民政府 我们办身份证 或者是办我们的车牌 都是属于这个 美国军事政府下的政府组织 才能够去办理的 那么 主权国家才能发行护照 目前我们的护照 根本来讲算合不合法 是不合法的 因为我们不是主权国家 所以呢 未来台湾民政府 我们这边的住民呢 我们可以申请的是什么 可以申请的是旅行证件 那秘书长一定告诉我们 旅行证件其实已经可以 已经发下来 但是他目前 就是时机还不到 他还没有让 去申请 把它合法下来这样子 目前这个 我们的这个旅行证件 可以到各州去申办 到各州去申办 还有我们的车牌 也可以到各州去申办 身份证呢 在郡就可以办理了 身份证在郡就可以办理了 这车牌的部分 来 7月4号那天是什么 美国国庆 那天同时 有没有印象 那天是联合军演 有没有 那天我们来 从南部来到台北 来到北部来上课的时候 那天我们看到这个 天边那个好多的 那个直升机的 那个小队啊 三四台 一小队一小队 布满了整个 那个大半个天空这样子 那天 台湾民政府 我们所有的官员 号召大家 能够把我们 台湾民政府的旗帜 跟美国的国旗 能够把它给挂上来 满地 开花 插旗 这是台北州的 这个 连在那个大楼这边 都有 跟大家看一下 那天有看到插旗的吗 这边现场没有看到 有插我们台湾民政府旗帜的 没有看到 所以跟大家分享 宜兰州这边 花莲 来刚刚各位报告 台湾民政府 不是只有法令 我们现在走的 就是真正的 一个政治上的 一个管理的一个道路 那么 我们 推动快捷SOP 刚跟大家报告 我们都是什么 都是志工 那志工我们这个团体里面 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 会做一个所谓的 这个捐赠的动作 那我跟各位很清楚的报告 各州或者郡呢 各位 当我们来申请 身份证的时候 其实在 我们就会有一部分的钱 是去支援郡或者是州的支持 如果没有这样的收入的话 州甘不用资金 郡会收到甘不用资金 但是那个是不够的 还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当中还是有相当多 相当多的童心 自掏腰包的 以一个赞助的方式 来维持整个民政府 目前运作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些个收入 要不要入账 钱 你这次 还是要迎钱出去 是不是要清清澈澈 所以呢各位 你们去办身份证 一张多少钱 一千 有没有收过 有人跟你说九百吗 也没有人跟你说称一百 来我们厘清好不好 没有错 一张就是一千 补办的话五百块 曾经有人跟我说 不对 老师我称一块 我跟你说 我就跟他讲你一百块 是不是拜托人家 帮你去申请户籍腾本 还是帮你代科印章 所以呢 这就要离得很清楚了 一千块是办你身份证 一百块是帮你代为处理 你原本该自己去办的户籍腾本 或印章 要分清楚 那么呢 如果在郡这边 我们直接在郡 申办 这样的一个 一个身份证的话 我们每一张身份证 是两百五十块来支援 这个郡的维持 如果你到州去申办的话 是三百五十块 给维持州 因为州都比较大对不对 他进行的失误更多 那这个收入是都贪更的啦 不怕大家知道 六百五十块就是送到美国去 我们就去办张身份证下来 以往呢 大概申请到 拿到大概三个月左右 但是现在可能 稍微会再久一点点啦 因为现在量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 所以要申办的话 可以邀请大家好 能够掌握时间 这个时候可以赶快进来申请了 那么 刚跟各位报告 以往啊 中央美国人员政府有没有 四驾哪 招楼港有没有 四驾冲一下什么 吃便当有没有 在台湾政府 没有这种事 我们内阁啊 我目前是登记在中央内阁 我们内阁啊 每一个月 要到不同的州 去值班 我们去值班的时候啊 秘书长告诉我们 不能够接受人家的招待 连一杯水都不可以 要自己要喝自己带 或自己到 吃饭自己来 去的车费跟自己办 因为我们是什么 是志工 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养成我们的好习惯 不接受招待跟馈赠啊 后面我们的官员 还没去用黑色一样 这是我们民政府 我们的这个秘书长 告诉我们 从现在就要培养 这样的一个清廉 可以给我们志工心态 用志工心态 以后执政之后来做官员 这样后面还没出事 那我们的账务 各位你们看 这个是在台南上课 当初在推动的时候 大家都无几职 你看这些人 我这个时候是到 我从高雄下班的时候 去到台南安平 跟他们上课 那天上到几点 上到十一点 十一点他们还不走呢 他们说没有学会 不敢不 不晓得 还有什么机会可以来 这些人 我们没有花钱 请他们来上课 但他们想把这件事情学好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要知道 账怎么做 要看 要懂得看账 未来每个人都可能是 自己必须去经手 账的人 自己理解 后面会不会去送房子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 去鼓励大家 把这个 台南政府 我们的账的SOP 这个流程 把它学起来 未来各位同心 当你们进来到 台南政府 不管在郡 或者在州 一定都会开架SOP的课程 那么请各位呢 学起来 对自己 用途也很好用 那么对在这个州 或者郡的账户上的管理上 更是必要的 那么在 除了在各郡或州 在中央也要上课 每一个官员都要学 所以我们是真正在 落实这些事情 我们不是只有法力啊 是已经真正在走 未来 执政之后 大家该具备的这些能力 宣传法理 这是目前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我们目前有几个州 六个州 有宜蘭 来 我们今天 大家认识一下好不好 从宜蘭来的朋友 请举手一下 有没有宜蘭 宜蘭州 欢迎来 我们鼓掌欢迎一下 我们赶快欢迎一下 宜蘭 再来 再来就是台北 台北州来的朋友 有没有 请举手 台北州来 台北州来 欢迎 谢谢 感谢鼓掌姐 台北 再来就是我们的新竹州 新竹 今天新竹州人好多 来 欢迎新竹 再来就台中州 台中 也很多 来 好 欢迎台中 再来台南 你台南 你怎么来 你怎么来 就来台南 欢迎 欢迎 啊 过来 高雄 来 高雄 来来来 赞 欢迎 欢迎 所以都昨天都来了 今天这种台风天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提早出门 有这个心 掌握这个时机 就趁早能够准备的时间来上课 台北州的法理宣传 我通常在这样的课程里面 我会跟大家来分享 这种感动 等一下一边跟大家讲 刚刚是台北州 那这个台南州 6月4号的这个扫街 这个叫做什么 我们的关东旗 这就是我们 现场我们的童馨 已经去参加过 周霍郡的 法理宣传行动的举手一下 阿伯有 有 有参加过了 台南州 6月4号去的吗 还是 之后 之后 我讲的就是出去走 出去走的法理宣传 当然课程上 我们在州或者郡 都会办法理的这个课程 还有参会 那都是目的在怎么样 在让更多的新朋友 更多我们的亲朋好友 来到台湾民政府的所在位置 去理解台湾民政府 在做什么事情 这样的行动 几乎都会是我们的 已经领友植物 背带 植物章的人 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样的活动 这个是所谓的法理宣传 来 各位看一下 这样子 这个 我还是再次跟大家讲 我们是 法理的革命军 我们的革命 是以 旗杆 取代枪杆 用流汗 取代流血 难道流汗 难道旗杆 就不是革命吗 我们现在走的是 不一样的革命之路 所以 这些人 这些很多年轻人 要不要上班 要 一样请假来 为了就参与这样的 所谓的 军容 革命军的军容 我看到这样的画面 真的是非常感动 那天多年 你怎么知道 33岛 34岛 那是 多年轻人 来到那些都 大名那种 这块片子 因为还有很多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比较近的 这些个影片 那么 621号 在新竹州的 这一个 为了要成立新泰郡 成立的 流汗梯 一样都是 法理宣传 不因为 下雨天 也不因为多热 甚至你们今天 不因为台风天 还是都在这边 这就是 为了理想 在走这样的路 那么这位是我们的 这个 台中州的副知识 那么今天应该会上到他的课 这个是在 台南州 这个南投的 这个新闻 这个是新闻报导 来我请同心这段放给大家 好一起看一下 看来等一下 这一个报导看过的请举手 没有 好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欢迎赞托 加油 大家聚会话靠后 希望等一个 优先可以顺利 人民团体 台湾民建户 经过很多年的努力 因为他们在今年 正式的疫情 所以在台湾各地 新办公处 第14号是南投办公处 的新立台会 所以今天先起办优先 希望南投的乡亲 到时尊会来参加 这是安家国政法 主要的力量 呃 因为我们台湾民政府 在今年即将会执政 所以我们全台各地的话 每一个周六周 都陆续成立各个军办当中 那我们6月24号 是南投举办成立的大会 所以我们在南投举办成立之前 就是今天6月22号 我们先行举办就是 整个台中洲的大游戏 台湾民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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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媒体会报导 那么我们的这个报告呢 我们的这些活动啊 也都会尽量能够就是说 尽量的曝光 让更多的人知道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跟立场以及我们的行动 那么这是一个我们的南投的地方上的一个新闻 好来请协助我往下按 我这边按不下去了 那个童馨请协助我一下 为什么按不下去 请帮我点一下 只要好像放了片子之后 好像就比较不能够往下点 为什么 他不动哎 你那边能够操作吗 帮我往下点一下好吗 点下一页 好来 跳开了 好来 所以刚刚各位您看到的那个活动 有没有我们新泰郡 为了新泰郡的这个新色力 在之前就必须做一个 先前的暖身的一个这样的 这个法理的游行 那么之后呢 我们的自由时报呢 南投的游行的新闻有没有 就是有不同的篇幅 跟大家做报告 这是三篇不同的篇幅 并不是同一篇 好 那么这个部分呢 是今年度 这个是我后来得知的 我在跟大家在宣 就是说在报告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宜兰州 曾经做过这件让我非常非常震惊 跟感动的事情 他们呢 在1月31号的时候呢 这是宜兰州花莲郡 他们有联傅之士带领 穿越群山 别人太平洋 深入山区部落 去做法理宣传 当天 这个是上午的七点半到当天的下午五点 结束当天行程 隔天是2月1号 连着两天 第二天的时候 您知道他跑了几公里吗 这是31号当天的这几张照片 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出去法理宣传 通通都是穿制服 2月1号那一天 早上七点半开始 前往花莲各偏乡宣传法理 当天推进187公里 当天连同郡守跟同姓一共15个人 那天还细雨 细雨强风 花莲到封兵乡到光复 这15个人当天开着车 从早上七点半开始 到那天晚上几点不知道 那天总结算下来 跑187公里 因为我们宜兰州 来宜兰州的同姓 你们都知道吗 我们宜兰州的这个 幅员很长嘛 很远嘛 里面有更多的偏乡部落 如果没有这些同姓愿意这样跑 这些偏乡部落 是不会知道台湾民政府的 他们不知道台湾还有这个希望 还有这条路可以走 一天早一百八十七公里 这些同姓是怎么了 诈骗集团是这样的吗 所以我当听到外面 再继续这样讲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难 我很愤愤不平 我可难接受 请他们那些在骂的人 来走187公里 试试看 没有那种意念 没有那种目标跟精神 一百八十七公里 在那边讲的人都是那些不行动的人 所以我还是要把这样的事情 跟各位做报告 台湾民政府就是有这些同姓 朝向目标 无怨无悔的这样子走 人数少可是没有关系 很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的在走 出去走这不必我们坐在这上课 因为他就是在这边上过课了 法理都懂了 知道这条路一定要走 一定要出去 所以他们才会做这种行动 真的是很感动 187公里 Colin啊 哪走呢 一面留个影吧 这样的行动 一辈子可能也没有 未来的日子当中 会不会这样推进187公里 不知道 但是他们为自己写下这样的历史 我们为宜兰州这些童心鼓掌 187公里 还有很多 这些是他们的这个照片上的一个分享 很多 所以呢 这个像这个宜兰啊 我大概就是说 从北到南跟大家分享一下 做事情 台湾民政府我们要求怎么样 以能够完成最大的目标 完成最好的品质 去推动我们的法理的行动 夜市啊 是不是人比较多 你如果经历那些都没有人的时候 去夜市走 有没有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夜市 晚上去夜市走啦 让更多人看到 引起好奇的人去问 那我们去发DM的时候 就会去拿来看 往人多的地方去 有的人不敢呢 有的人觉得 我台湾政府的那个 有没有 会怕怕 没什么家庭出去 怕去用灯在头上有没有 如果连面对 那可能把你DM丢到地上 这个都没有勇气的话 可能我们再培养一下 因为就他们不懂 他们不知道 我们才有机会啊 如果他们都欣然接受了 还能得到我们吗 所以未来 如果出去参加行动 碰到这样的人 没有关系 我们把它捡起来 请你带回去做个参考 未来你会看得到 台湾政府 为台湾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培养这样的 勇气跟信心 好不好 来 这个是宜兰郡的话 在这个夜市的这个行动 来 这片 帮给大家看 真的 来 这一片呢 是台北州中山郡 那天本来要推动法理 看那天发生什么事情了 来 集结 就会做这个法理的论述 跟大家一起 再一次加强法理 外面下着大雷雨 就像现在外面一样 下着大雷雨 他们这些都是在剧里面 这个活动 出发前大家互相理解 互相认识一下 有没有看过我们的宣传车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logo 出去法理宣传都会有机车 跟我们的宣传车 我们的中央民国流行政府的建设 就是这样子 大嘴起来的就是这种型 不得已啊 只好取消游行 但是取消而已吗 往下看 往下看 一个法理的一个餐会 宣传 一个法理的认识的一个 温馨的餐会 互相都要交流 各位这不就是一个很温馨的家庭吗 可以准备出去作战 也可以很机动性的来举行法理的这一个认识 凝聚每一个人的彼此之间的情感 所以邀请各位一定要到州一定要深入自己的州跟郡 你们才能够知道台湾政府到底在做些什么事 这是左营的餐会来自高雄 我们接下来在礼拜三呢 齐山郡要开幕 所以说我们高雄州也欢迎其他各州的童星能够去 因为我本身来自高雄啦 那他们有些活动都会通知我 你看 屏东郡 潮州郡的联合船 这都是影片 跟各位报告 你们这些资料在网络上都看得到 甚至FB也看得到 只要等一下跟你们报告 你们去哪里看 这是在新竹州7月31到81号新竹州的活动照片 我们在郡在州的活动一律都是制服 所以未来邀请各位同心到郡到州区的时候 也请跟我们一样穿上我们的制服 跟我们一起 我们的制服很单纯 就是黑色的上下的套装 女性要穿裙子非常欢迎 很有女性之美 但是要穿黑色的湿袜 黑色湿袜 那男性呢就更单纯了 黑色西装跟白色衬衫领带 重要的是我们的徽章 一定要别上 OK 这是新竹州的 那么新竹州的法理宣传 这个是影片 在FB上看得到 有好几段啊 总共六段 你看 我们的法理宣传行动 一定会有关东旗 会有机车队 会有汽车队 会有这个广播的这个一个车辆 会有维安人员 甚至每次行动 都会有我们安排 就是说专门去对媒体 跟媒体这个 对话的这个 会讲法理的人 所以呢各位同心 我们如果刚进来台湾民政府 不会讲法理没有关系 我们邀请我们的朋友 来到州或者郡 请会讲的人跟他们说 跟他们分享 如果不会说 真的建议不要说 为什么呀 会说坏了 会把你自己的心情给缩倒了 可以吗 就如同我们的行动 出去是一样的 以前我的同心刚开始不知道呢 看到记者来采访 好 快点 麦克风 拿来 开始 说了 说不错 那个是打坏了 民政府多久以来 建立的良好的形象 如果把法理讲歪了 讲错了 没才能这样做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如果没有把握了 我们再来说 没有把握没有关系 可以跟我们的朋友 跟媒体朋友讲说 有我们有专门的发言人 来跟你们做报告 我相信我们用这样 很重视的态度 来跟他们做报告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 会非常的欢迎 也会感受到 他们政府我们每一个人 同心对自己 一个认清 不是说每个人 都一定很会讲 不一定要这样子 我们可以这样子的 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你看机车队 有四 三四 有六段 所以那个部分 可以跟大家来 去上网去看 8月2号 台中州的活动照片 在这个法理的宣传 还有餐会 天气热 在州 在州或者郡的活动 可能稍微把西装脱掉 但是在我们中央上课专讯 一定都是制服穿着 台南州的活动照片 非常多 宜兰郡的这个活动 来跟各位报告 刚刚跟你们讲的这一些 你们只要到 FB的粉丝页去打 快乐革命 去按赞 来有他用粉丝页FB的 请举手一下 会去看 就是说自己有FB的 只有你吗 你们都没有FB吗 有 来 有FB的人呢 邀请你们 上到我们的快乐革命 这样的一个粉丝去按赞 之后我们各州或者郡 上传上去的影片 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当你们进去到 FB的粉丝页 找到快乐革命的话 就是这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看到就对了 他这边写什么 写快乐革命 争取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让台湾同胞看见我们如何 为百姓设想 这边的资料非常的多 很多的影片 我们有六周的这个 网络的管理员 网络的管理员 很用心的再把这样的资讯 让大家知道 像刚刚给各位看到的 这一些影片的部分呢 其实在这个 YouTube上面 你如果去打关键字 也都可能看得到 台湾民政府哪一周 他可能就跑出一列出来 可以上去看 所以呢 刚刚这一张上面呢 还是再次跟大家报告 六周 各郡的地址 这边都有 欢迎各位 就近 自己去 也带朋友过去 如果啊 我们不思考未来 便不会有未来 今天在这边 都是因为我们有个期待 才会在这里 世界上的 伟大运动 跟某种理想 都是有关 我觉得在台湾民政府 跟着这样的一个法理 透过秘书长 就战争法这样的研究 有这样的一条路 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理想 往前迈进 与我个人而言 或者我介绍近来的同心而言 我们都非常的感谢 与感动 甚至我们都有同样的意念 要为这样的一个理想 好好去奋斗 那么今天呢 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我们的心态 来 很辛苦啦 认识法理 初级班三天两夜 高级班三天两夜 撇开四合一不讲 总共要跑三四趟 不止这样子 未来还有更多 每一次 每个礼拜的行动 真的不简单 靠的是什么 真的靠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跟一个理想 才能够支持我们走下去 所以呢 恭喜你 也恭喜我们 终于了解真相 我们的生命啊 非常的清楚 不会再被扭曲了 再一次感谢各位 今天初级班的这个课程 这边告个段落 谢谢 好那今天呢 我们的时间就到这边 可以先去用餐 怎么 怎么了 什么意思 我们的 谁 还是12点吗 那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多分享几段给大家看 我以为要让大家吃饭了 来 我跟你讲 各位 你们刚刚看的这个资料 有没有 有几件事情 跟大家在边 再一次的宣导 台湾民政府有几件事情 很重要 我们 成为台湾民政府官员之后 我们都会加入 自己登记的 那个职务的 LINE 现场有人没有在使用LINE的举手 我了解一下 没人在用LINE 你没有 你也没有 你穿坐给你又没LINE 比较快 要用 要赶 来各位 现在还没有过五官 如果你真的有意愿 要成为我们的官员的话 邀请你赶快把LINE准备好 而且赶快去学 的第一件事情 要会操作 因为现在已经是电子化的时代了 如果我们不会用3C产品 没法接受到我们的资讯 够工跟你说 那个某某某去哪里 去上任的时候 你没接受到拍任 你没去报到就再见了 就没有了 所以呢 这个很重要 不管是LINE 不管是简讯 一定要会看 这个未来 我们在执政之前 在所有的这个 公务的这个资讯的这个传达 都会透过公务的LINE 第一件事情 学好LINE 要会使用 还有一件事情 请不要随意的去跟人家 就是说跟同心间的私来 为什么你知道吗 这边很要比较严肃 而且很语重心长 跟各位报告 台湾民政府 已经到了 很关键的时刻 这个时期啊 有一些外面的分子 可能会在我们的当中 或许不在我们这个班 但是走出去 有哪些人我们不知道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一件事情 当我们理解法理之后 如果有人跟你讲一句话 某某某 我跟你说 其实够一个什么地方比较好 那开始真讲 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 请你务必要注意 务必要留意 它正要引领你 去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 那么因为 各位同心 你们都是刚进来到民政府 这样的一个 一个组织里面 不要因为别人 这个 煽动的这些话语 而上司的自己在这边 已经掌握到的机会 为什么跟大家这样报告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上了初级班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两位 同心跟我讲说 黄讲师 对耶 你讲的对 我的哥哥 还是我的谁 真的耶 来上完高级班之后 就不见人影了 就再也不来了 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不懂为什么 我只能跟各位讲说 现在这个时候 非常的重要 不要被人家煽动了 美国 军政府 他要去理会的人 谁告他 他理谁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是真正的 跟着秘书长 走在他的队伍里面的人 如果不是等着说 那个骗人或怎么样的 我们要自己分清楚 既然来到这边了 我们就把它理清楚 还有刚刚跟各位报告 如果以前呢 你曾经在FB上面 如果不小心去参加过 所谓有所谓的这个 台独啦 或统一啦 这种四眼的这种论坛啦 或者群组有没有 社群 请你要退开 为什么呢 因为 台湾民政府 我们是受 美国军政府所管辖 我们的课程 都要跟他报告 美国军政府 他能够接受说 我们台湾民政府里面 还有人搞不清楚状况的 去接受 总统或台独这种思想吗 他不接受的 所以如果我们有人啊 就是说 以前侮辱那样的 就是说去 被人家加入那样的 那个社群的时候 我们要厘清 赶快把它退开 如果没有退开的时候呢 很抱歉 如果知道的话 这个是会被查出来的哦 一旦成为同心 资格都会送到美国去 这个资料一查出来的话 可能就会被除名 这个部分很重要 一定要跟各位报告 那刚刚跟我讲 为什么不要私赖呢 因为私赖的过程里面 可能他给你的讯息 不是从 台湾民政府的中央出来的 如果不是从中央 出来的这些讯息 有时候都可能是外面 这些比较混淆的资讯给你们 在这段期间 不建议你们这么做 会给你们几个方向呢 如果你们要很清楚了解到 台湾民政府的这资讯的话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官网 第二个 官网的话 你只要上去看到 有这样的一个台湾民政府 还有旁边还有四面 四面棋子这样子的这一个 那就是我们的logo 就是表示你没有跑错位置 这一个 那还有就是刚刚跟你们讲的 FB 这些资料呢 它会是比较让你很完整的知道 由台湾民政府 中央所发布出来的这些讯息 这些活动 那当成为我们的同心之后呢 加入了我们的这一个 你的担任 这个单位的 这个公务的line的时候 你们就会收到 所有要发给你们的什么 上课通知 所有的公告 都会很清楚地告诉你们 这个部分有几件事情 是跟各位特别厘清的 那么 就说这边有讲到说 有怎么样来 看来搞什么鬼来提管的 我刚刚这边没有讲 没有时间到了 我们是怀抱怎么样心态 来到这里啊 我当初是 因为跟爸爸讲说 三年后 民政府还在再来找我 所以我说好啊 两个月把它完成掉 来试看看 但是一试呢 就知道说 自己没有赶快掌握机会 这边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 有哦 但是我们的法理 我只跟各位报告 来提管的人有 但是通常提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法理啊 是真实的真理啊 不管从历史的这些资料 不管从战争法 法理的资料来讲 通通讲得通 所以它提管提不到 重点是我们学多少 所以呢 我们的新台湾论的资料呢 请各位务必呢 能够去加营 就是把它当作历史故事书一样 多多翻阅 这样子呢 我们才有办法 可以去跟外边的 这些不知道的人 可以跟他们好好来做分享 我们的行动 有哪些行动可以做呢 第一个 邀请各位来到哪里 郡 来到州 参会 法理 然后每天去看我们的官网 这样的活动呢 其实就是 不断不断累积我们的法理 跟来了解 我们为什么在台湾民政府这一边 那个 福祉委员 我在想说有几个片子 蛮有趣的 请大家一起看一下 宜兰郡 来宜兰郡这一片先放一下 各州各郡都很用心 在做这些资料 给大家一起分享 你看这个都是晚上的 这个可以取消吗 你说在街头 有这样一个队伍在走 会不会引起你的注意 都知道夜市 不是夜市走 关东起就是拿这样 未來各位童心如果去參加我們的法理宣傳 關通機是拿真正的 不是拿這樣 台扁不是那樣子的 是拿正的 看我們每位男童心穿上制服拿上關通機 每個都很帥 晚上 人家在家裡吃飯 我們這些童心在那邊POP 所以我們的行動不是只有在白天 我們的夜晚 也一樣在行動當中 這片先到這邊 我要給大家分享台南那一片 來往前跑 桃園 桃園機車的部分大家可以上FB去看 還是上那個 我們的那個Youtube去看都可以 屏東郡的左營 這邊剛剛看過了 清溝夜市 台南 台南那一片 為什麼呢 不順 不順 為什麼 你有幫我點嗎 所以我上課一定要人可以幫忙 不然就完蛋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台南 6月4號那一片 那一片 那一片 那天33 34度 那一天喔 我給各位看 我們的女童心喔 哇紅哇感動耶 真的 女生有沒有很怕曬 有沒有很怕熱 我給你們看那一片喔 我們的女童心喔 熱得要死 可是呢 真的是 來這一片 對就是這一片 來請下 行動前一定要整隊齁 這個是每次行動一定會要整理的這個隊伍 我們的中央參眾議院兩院長 兩位年紀都很大了 但是呢 他們這樣的活動還是來參與 不管多熱 還是會很熱心的參與 我們留知識 這知識領隊 怎麼樣 太熱了 所以台南你那天沒有去齁 還沒有參加到齁 還有一片那個台南更勁爆的 跑去哪裡啊 護政事務所警察局 他們的行動齁 都很勇敢 很有勇氣 不是只有台南州啦 很多州都這樣 但是剛好我收集到的資料 有台南州的 去警察局你知道嗎 所以各位同性 你們手上如果拿著 團民政府的DM 你們要發給誰 任何人都可以發 你們女同性那間熱的鑰匙還笑得這麼燦爛 熱到那個頭髮都貼在頭上 都被汗水貼在頭上了 你看他們的精神齁 這以後我們的同性男同性出去 你們穿著制服出去齁 都是這樣的精神 穿上制服齁 你自然就抬頭挺胸了 你看 進手 我們的進手 團長 團長 好福順這一片先結束 那個菜市場警察局那一片 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這些資料其實網路上看得到 但是因為 你們可能還不曉得這些個資源 所以不曉得去哪裡找 那麼在這邊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 台南政府 不是只有在中央 在各地已經掀起了 很積極法理宣傳的這些個活動 呃台南州 那個林海峻的 他們去到警察局 去到護鎮事務所 去到護鎮事務所 應該在這位往下跑 你有那個勇氣嗎 人家如果說要去警察局 你敢不敢進去 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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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敢耶 但是他們敢一個人去嗎 他們是團隊一起行動 少年跟你以後敢不敢進去 警察局發DM OK 很好很有勇氣 林海峻對 對 就是這一片 對 就是這一片 他們就是很有禮貌的去到那邊就是發DM給他們 所以如果未來你們去到各州或者郡有沒有去參加參會的時候啊 應該都會看到這些類似的影片 那會跟你們報告 我們什麼時候還有下一次的行動 那就歡迎各位一起去參加 去菜市場 菜市場也有人很少有沒有 後面還有警察局的才有趣 這個是我們的應該是護鎮吧 還是農會 各位過午安的時候要準備帽子喔 出去行動的時候要戴著帽子 才是我們完整的裝備 才是我們完整的裝備 我們文文旋旋 好累啊 跟介紹 其實我們台灣這邊的人民 大家還是蠻有 蠻有這個熱情的 欸 怎麼沒有看到警察局 剛剛有沒有看到警察局啊 最後沒有警察局 所以呢 其實在這個課程裡面 因為各位會聽到非常多非常多 那資料太多了 還是有賴於以後我們自己每天的補充 每天的加強 去FB啦 去官網這樣子看 我覺得要帶 為什麼一直支持我在民政府裡面 執行這些職務 因為有這些熱情 有這些感動 我們才能夠繼續往下走 那麼辛苦大家了 那我們大家無安準備用餐